Hello, 各位朋友, 欢迎回到高达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老母, 香港英国高达老母 没错, 又是吃屎鬼, 啊不是, 是吃屎鬼才对 今次特别, 刚好得更巧, 让我遇到有一次是全红机录给大家看 当然6个赢的给大家看, 因为其实都蛮有参考价值 因为我自己觉得全红机不一定会输 最重要是同伴的配搭和走位才是至性的关键 当然, 如果是在沙漠这个地图 因为地方大, 你的攻击范围不够, 你真的会容易输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没试过, 我都应该试一下, 未必一定输 这个地图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遮掩的地方 其实是很适合我们这些特击机去玩的 好, 来到这里, 我又跌了下来, 看到有支援机来 它想落导, 但太有自信了, 实际上没那么长 但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已经听到后面有皮克西的脚步声 我就打算向后退, 但被它夹了三分之二的血 唯有走路, 但我觉得应该先搞定皮克西 因为真的会比较难搞, 不过后面的支援机都开始迫我了 幸好有部同伴出现 现在二打二, 可惜我的武器刚好又用了 不过不要紧, 搞定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退后走, 免得皮克西在后面又再偷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楼上有两个同伴对两个敌人 现在这样的走位, 我们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存到五个同伴打两个敌人 而且我们的同伴是真的设得走位 他们攻击完之后, 会立刻离开等你作出一个攻击 好像现在这样, 是可以制造到一个机会给我们打停 然后可以很迅速地收头 现在我就做一个舵 去吸引现在这一只在山顶的机体 看着我, 而其余的四部机体 是打下面这支援机的 刚好我就装完东西了 我当然不客气了, 一次过就扭低了同伴 不过我就没有后眼看后面那部机 在等着出场的时候, 我也看看形势 因为同伴的能源已经剩下很少了 按支援炮火, 看能不能帮到最后这部黑騎士 但也受不了多久 这个时候我也在想, 出不出好呢? 那不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要霸多个点 皮克西出来就不要紧要, 因为他有力中 但敌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尤其是这个地址, 霸多两个点 是绝对有利的 这个时候, 敌人都已经见到我了 这个敌人也是一个挺有经验的敌人 他都懂得追着我来打 我只剩下1的能源 就想去霸个点吧 但真的有经验是不同的 他会知道我霸完点之后 有可能去放个炸弹 其实对整个战局的影响更加大 他这个叫做消灭人仔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 好, 出回来当然要找一下哪里有敌人 下面有两个同伴 但不知为什么其中一个走了 那我也要帮忙顶一顶 这下射下去我挺喜欢的 可惜应该不够距离打第二下 这个也是慢了一点 我嫌自己打得不太好 还是他这部机的伤值比较高呢 用了这个燃烧弹 其实大家应该看到 起码扣了4次的500 再跳高射又中 然后他交急回 那我打算得了 谁知道距离又不够 武器又不够 如果用火桶就等了太久了 唯有烧死他 好, 这边我同伴被人二抽印 那我打算草力冲去打 但是太迟了 去了一个二打一的形势 我就打算走路了 幸好有个皮克西的同伴 帮我打这样一只 那现在呢 二对二变成三对二 那现在我就接近支援机 我就选择先打支援机 打得停的 可惜又是 那个时间不够 如果多一点时间 我可以下降 那就会好多了 一定可以收到这部机的头 但是现在的情势呢 又调转了 那变成四打二 或者三打二 那我的同伴就应该走不掉 那我唯有在远柱 去做支援炮火 那变成三打二的时候 我都向后退 但是呢 其实呢 我后面已经有两个同伴 应该说三个同伴 一个负责看水 不是 应该是两个负责看水 一个负责放炸弹 那我看回黑骑士 这里就有两个敌人 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个位置 我觉得同伴的走位是非常之好 我现在这里 本来是二打二的情况 又透过这个位置转换 就变成三打二 还可以围着他们来打 但是可惜呢 我这一下呢 太心急放手 变成了 打不到他之后呢 就唯有用撞击 那现在这里呢 就变成三打一 又是很可惜的 我第三下呢 中不了 变成了打了同伴 那都是要出个撞击 去牵制住对手 那按了这些 team information 坐手 那刚刚这里呢 就看到还有一个敌人 那四个 其实帮我五个 追着这个 就应该是收到他的头 所以呢 我都特意去继续 但是呢 时间呢 就不允许我这样做 如果我走快点 应该可以保住 那这个东西呢 都想收我头 因为我只剩下三千多血而已 收头的机会呢 总是有的 那我旁边这只皮克西呢 都真的 让了出来 他知道我一下就可以收到他的头 那这一只呢 我都是先看定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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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看一个凹击是續览呢 跟我足够 会有点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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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有沒有機會 不知道誰打中我 不要緊,儲了力 躺下,撞一下 一人一人就完 其實我覺得不是單純看機體的配搭 如果傳統機大家的走位、匯動和配合得好的話 其實都有很大機會可以贏得到 而且不是贏得少那隻 這次打得最厲害的就是黑騎士 也是要鼓勵一下 這條影片大家可以繼續討論一下 究竟單一的機體是否有好處 還是很容易輸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